好的同学我们接下来看本单元就是一之一 最后一个概念叫做数学归纳法 什么叫做数学归纳法 很显然我们现在当然在学数学对不对 可是我们用数学的逻辑去找呢 有一些这个失误啊 它其实有这个规则的 那它的规则是什么 我们当然要透过归纳找出它的什么 它的这个一些公式成立的条件 那所以我们这样说了 到底什么叫做数学归纳法 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和正整数n有关的一个命题 它满足下面两个条件 记得是正整数n n带1n带2n带3 第一个n等于1的时候 这个命题是成立 就这个关系是对的 那如果n呢等于k的时候 这个关系也是对的 我们从n等于k的关系是对 推到n等于k加1哦 如果关系也是对的 那这样子呢 就说所有的自然数n哦 都会满足这样的关系 这个好像说起来 有点小复杂没有关系 等下我们从这个问题当中去说明 所以等一下有一些证明 这是一个逻辑的证明 我们来看这样的命题 题目说有一个数列an 满足这样的地回事 a1叫做二分之一哦 an an就是后面的像 等于前面的像加上这个n平方加n分之一 这个地回事长这样 它求一般像 所以我们大概又用数学归纳法的这个逻辑思维来去找 出这个an像一般像 不过这题没有叫你证明 所以我们就真的只要去套 那怎么去套 就是n带1n带2 n带1已经有了 2分之1 n带2 就套n带2套进去会得到答案 那你大概套个几个就可以知道说 哦那an就是谁了 对不对 所以你看哦 a2 n带2 n带2就这个n2-1不就1吗 所以a2等于a1加上 2的平方加2分之1 所以算一算是3分之2 a3依此道理 算一算4分之3 a4依此 规则算一算5分之4 你们发现一件事情 a2三分之2 a3四分之3 a4五分之4 这样我们就可以推测啊 an那不就是 你看 a4的时候这个是5 上面是4 4跟那4一样 这个比上面多1吗 所以我们可以推测an就是n加1 分之n 哦但是接下来呢 我们要用数学归纳法去证明 这件事是对的 哦那这个就是有点小复杂了 所以我们就要依照刚刚 刚刚是什么 再回来看哦 就是n带1当然是对的啦 那n带k假设对 要去推推看 带n带k加1会不会也 符合这样的这个 条件呢 如果对 那表示这个 呃刚刚的猜测是正确的 像这一题 我猜测an就是n加1分之n 那我就要去证明看看 所以来 你看 n带1进去 呃n带1进去 呃你看哦 a1是2分之1 可是当n带1进去 那不就 因为n带1就a0就没了 所以不理他 所以1平方加1分之1 呃 是对的呢 所以n等于1的时候是成立 OK 那我们假设n等于k是成立的时候 也就是假设这件事是对的 ak等于什么 等于k加1分之k 就我们先假设我们的推测是正确的 那我们要去推哦 n等于k加1是不是符合这样的规则呢 好 是不是符合这样规则 所以你看 ak加1 哦 等于 等于说 再回来一次再回来一次 我回来画面 我们先假设我们刚刚的猜测是对的 对不对 所以设n等于k的时候成立 也就是我们刚刚猜测 ak等于k加1分之1是对的 那我要去 去怎么样 从题目 哦 这样的题目哦 从题目这样规则去验证 是不是有真的这样的 这个关系 所以验证什么呢 ak加1等于k加1加1 好 分之k加1 也就是我要验证这件事 我要验证 ak加1 好 是不是最后等于什么呢 最后等于k加2 k加2 好 分之什么 k加1 我要透过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给你的递回 跟刚刚的猜测 好 去这两件事情去推到下面这个 看是不是正确 这样了解吗 好 OK 好 那我们就真的哦 真的来推 你看 所以ak加1等于 你看我带公式 有没有 题目给我们的这个递回是 ak加上 好吧 这个 因为我现在的n 就用k加1带对不对 所以带进去 k加1平方 加k加1 哇 一大堆 好 对不对 那ak 我们已经先假设是对的 所以我把公式带进来 好 k加1分之k 那这个 我稍微呢 展开去合并一下 然后呢 再去因式分解 可以得到这里 k加1 乘k加2 分之1 好 这两件事 你没有发现它可以通分 所以它可以通分 分母变成k加1 k加2 在这里 那第一个为什么会多一个k加2呢 在这 所以可见的 这边多成k加2 第二个就直接写1了 所以把它合起来 哦 就变k加1的平方 哦 那k加1 再跟这个k加1消掉一个 就变k加2分之k加1 那这样就果然的确满足我们的什么猜测 所以 ak加1最后的确得到ak加2分之k加1 哦 所以就是说从数学归纳法呢 可以得知 这个最后一定要写 an等于n加1分之n是成立的 好 那这个就是整个证明的过程 好 这个有点小复杂 对不对 好 那再来我们再证明一件事情 好 要证明呢 这个 呃 n带1进去 好 n带1进去 来你看 它就出来了 对不对 n带1进去的时候 诶 真的带1进去 就是4乘 你看 8 好的 1-1就0 0次方法加3 算一算等于7嘛 所以a等于7 果然是7的倍数 所以要说 哦 是成立 所以n带1的时候成立 假设n带k的时候呢 是成立 也就是 n带k就是 ak等于4乘8的k-1次方加3 是7的倍数 好 我们假设这个是对的 好 所以说 所以说这个是7乘Q啦 好 就7乘一个Q倍 这样子 OK 那我现在要来推哦 n带k加1的时候 会不会也是7的倍数 所以你看 ak加1 好 等于带公式 4乘8的k加1次方 减1 这个公式在这里 对不对 好 加3 诶 那这个 4乘8的k加1次方 那这个1-1就没了 所以是8的k次方 有没有 好 前面有个4 好 再加3 所以长这样 是不是 好 那我现在故意的哦 因为我要去凑 我要去凑 凑什么呢 凑这个 凑出ak这个四子来 好 凑出ak这个四子来 所以你看哦 这个ak有个4乘8的k-1次方 所以就故意哦 你看 把这个四子 攒成4乘8的k-1 可是原来是k啊 所以多成一个8的一次方 这样这两个相乘才会是等于 原来这里8的k次方 诶 这样你懂吗 这样OK吗 OKOK 好 加3是照抄的 在这里 对不对 好 那所以你看 这里我可以凑出 4乘8的k-1次方 加3 我故意把它写下来 但是你把它写下来 你看 它明明多个8呢 所以你没有乘8 所以你要再怎么样 去拆开 就是4 诶 你有一个8的k-1次方 跟你少一个8呢 对不对 所以还 应该怎么讲呢 应该 应该把这个 呃 8 呃 这个四子 你看 我现在这样写好了 我怕你不了解 好 我把它写过来 OK 这个4乘8的 呃 这个 k-1次方 对不对 本来要乘一个8 对不对 那8是不是就可以拆成什么 哦 就8就可以拆成 7加1嘛 对不对 8就可以拆成7加1 对不对 所以你看哦 是不是 4乘8的k-1次方 乘1 所以我故意写红色的 那这个3把它补下来 这样故意凑出 这个就是 a的k 对不对 ak 那剩下呢 4乘8的k-1 乘7 47 28乘8的k-1 所以这个 再写在这里 你看 28乘8的k-1 这样OK 好 其中前面的这个括号 有没有 这个括号 当然是7的倍数 是不是 哦 那后面这个 28乘8的k-1 这一定也是7的倍数 为什么 28就7 4 28 所以这个前面已经是7的倍数了 加这个后面也是7的倍数 两个7的倍数相加 所以可见的 ak加1也是怎么样 也是7的倍数 在这里 所以ak加1也是7的倍数 这里有点真的小复杂啦 这个你可能要知道 你看 我故意把它拆啦 故意拆的 你看本来是4乘8的k次方 可是我原来的ak有k-1次方 所以我故意凑出k-1嘛 所以这边它8的一次方嘛 对 然后才去拆成这样 对 所以最后结果 ak加1是7的倍数嘛 哦 那这样子 证明到ak加1是7的倍数 所以你最后要写哦 证明的时候 一定要写说 由数学归纳法得证 原命题成立 然后要把它再写一次 所以任何正整数 an17的倍数 好 那这个 我觉得是相对困难的 好 那我把影片按暂停 好 下一步我们再继续来 做比较进阶的数学归纳法问题 那请你也把这个 稍微想一想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